說實話進到客廳的空間 我的人自然就優雅 然後平靜了下來 當初我們在做客廳空間的時候 原先在 就是電視櫃跟書牆設計的時候 其實電視櫃應該是在這邊 書牆應該是在那一邊 為什麼現在是顛倒過來 因為他其實喜歡書 是勝過看電視的 所以他一進來 希望他看到就是滿滿的 全部都是書櫃的感覺 對 那在這個書牆的設計上 我就是延續就是 就是有玄關的材質 延續到這個書牆的設計上 然後它就是一個美式的風格 然後深色的木皮配上紅磚牆 然後有壁爐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黑檀木的石頭那個石材的部分 不仔細看其實它跟木紋幾乎可以 很像 很像 其實我看到這塊石頭的時候 也會覺得好驚豔 好驚豔喔 這是我空間要的感覺 因為它會跟紅磚 你看那個紅磚它有點煙燻感 對 它會有點成就的感覺 所以黑檀木的石頭 跟我這個燃黑的木皮 然後搭上那個紅磚 對 它完全是搭調的 就是絕配就對了 對 你看那個碧燈 也是精挑細卷出來的 就是呈現了就是美式的休閒風格 而且我可以看得出來 屋主一開始的要求就是 他要看到書 所以書的內容 他已經吸收進去之後 他要看到書的感覺 對 就是說他會覺得 這個都是他的收藏 一本都不能少 所以他就是希望說 它全部是能夠展示出來的 然後他應該這樣講說 像這個門片 我下面當初是樓空的 可是他說不行 我要放模型 對 所以你看 它這個一打開 這是模型滿滿的 大概只有它所有模型 十分之一的量而已 十分之一的量喔 對 那現在跟大家講 除了這邊有擺之外呢 我剛開始說過 其中有一間客房的衛浴空間 也是擺滿的之外呢 我們現在頭頂上 你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邊也有一塊是這個 天花板收納也是收納模型的空間 對 它原先是一個大樑 因為它的樑的感覺就是 如果說你只是包覆這個樑 那看起來其實這個樑的感覺 存在感還是在的 所以就是我乾脆把它拉寬 拉寬之後它就是上面 還有在做模型的收納 然後在書牆的部分再升高 事實上你就不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它刻意存在的 哪有 我竟然就會看到書牆 我根本不覺得這邊有樑 因為書牆是重點 所以你就會忽略了這個上方的感覺